今天我们要谈的色彩单元呢 我们来进行色彩行旅 我们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黄色行旅 蓝色行旅 红色行旅 跟绿色行旅四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依然是请到了南侃国中的潘文轩老师 幸福国中的许佩恩老师 大波国中的谢孟轩老师 以及阳明国中的张素敬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今天的色彩行旅吧 在世界最大的沙哈拉沙漠中 有一个古老的国家 埃及 我们现在呢 就从埃及出发 再旅行到中亚的乌兹别克 然后从乌兹别克往西走呢 我们会到欧洲大陆 我们来看看这些地方 有哪些事物是跟黄色有关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一段旅行咯 我们第一站呢 来到沙哈拉沙漠 它呢 位于非洲的北部 面积相当于一个美国那么大哦 里面总共有11个国家 在它的范围内 其中呢 当然就是我们最津津乐道的埃及了 说到埃及 我们当然不能漏掉一则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它呢 是关于阿布新贝神殿的一个迁移 因为埃及要解决尼罗河的水患 它呢 必须在中游的地区盖一座水坝 但是这座水坝一盖成美轮美奂的 阿布新贝神殿 它就会永远的沉在水底 所以世界文明遗产协会呢 他们启动了搬迁计划 那他们将阿布新店切割成807块 那每一块呢 都做好了编号 然后再把它往高处迁移重组 从1963年到1968年 总共花了五年的时间 才完成这个史上最严峻的一个挑战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人面狮身像和金字塔 这一座人面狮身像 位于卡夫拉金字塔旁 有一种说法是位着守护金字塔 而金字塔的建造 是大量劳力累积而成的壮举 古埃及人呢 他利用米罗河7月份泛滥的一个季节 运送10块 那同学们知道吗 一个方形的巨石呢 它大约在2.5到5吨之间哦 一座金字塔建造的时间 我们大概现在计算 大概要20年左右才能盖成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看到刚刚的埃及金字塔呢 会让老师联想到 法国罗浮宫前的 这一座现代建筑物 它是华裔的伟大建筑家 被玉民先生所设计的 同学们看一下画面上 整座透明的金字塔 散发出温暖的黄色光线 是不是跟周围的罗浮宫建筑物 非常的搭 你能想象它出现的如果是红色的光线 绿色的光线 或是紫色的光线 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想想 还是黄色最适合夜晚的它了 好 那我们 哇 老师 偏离的航道了 我们现在赶紧回到亚洲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 亚洲的乌兹别克这个国家 它呢 位于中亚 它很特别哦 它是世界仅有的两个内陆国家之一 它承载着伊斯兰文化及思路文明 它也被称为亚洲腹地的神秘古国 图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整座的城市显现出单一的土黄色调 布哈拉是乌兹别克第二大城市 那它现在呢 存在着140座古代建筑和历史遗迹哦 它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哦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现代建筑物呢 它位于荷兰的鲁特丹 它是由荷兰的建筑师 皮特·布鲁姆 它呢 在1982年到1984年建造完成的 总共呢 它有38个立方体 那设计师 他当时的设计想法 他是想以树的抽象形态 来做一个发想 所以荷兰人呢 也把它称为树屋 同学 有没有觉得非常好奇 它内部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哦 我们来看下一张 老师找了这一张 让同学去看一下 它上半部的立方体呢 它其实每一个设计 都会根据它的斜边 做空间的一个规划 是不是非常具有巧思 好 看了荷兰的现代建筑后 哎 老师忽然想到 荷兰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画家 他一生都在追逐太阳的灵魂 同学们看到这一件作品 你们猜到了是谁了吗 老师接下来想介绍的是 后现代主义画家范古 范古 他除了自画像数量多到令人 看为观止外 他所画的向日葵呢 也不遑多让哦 画面中 有四朵枯萎了的向日葵 范古他运用了他特有的笔柱 将黄色的色调 从深到浅 变化多端的呈现在画布上 哇 他果真是史上 最会运用黄色的画家 他画过了十一幅向日葵 孩子们 你们都看过了吗 来 我们来欣赏一下吧 下一幅呢 老师集结了范古所有画过的向日葵哦 是不是非常具有生命力啊 好 那大家知道引发范古 画这些画作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呢 范古曾经说过 他感到最快乐的时光 是待在法国南部作画的时候 我们来看下一张 哇 把法国南部的阳光 景色 淳朴的人们 带给范古 作画的能量 诶 让我们一起跟着范古 置身在这一片向日葵 花田里 也来感受一下范古当时的心情吧 蓝色行旅会从哪里开始呢 我脑海中想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个城市台南 所以我们会从台南开始到故宫南院到马祖 以及冲绳 大阪 希腊 美国 最后是挪威哦 我们看到第一张照片是台南的蓝赛图文创园区 这是一个3D的蓝赛图 大家知道什么是蓝赛图吗 你们常常会说我要规划我未来生活的蓝图 这个蓝图指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蓝图哦 以前没有影艺经的年代 就是靠这种方式把图像影印复制出来 很像我们的现在的版画 那这个文创园区呢 它在103年的时候开始点灯 现在呢 也是成为一个很热门的文创的景点 下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北宋的汝瑶 现在在故宫南院是一个长设展 南院呢 在嘉宜的太保市 它在104年12月开始试营运 这个展览叫做泥土的坐标 各位同学知道蓝瑶的珍贵吗 有一句俗话说 家财万贯不如蓝瑶一片 故宫啊 台湾的故宫就收藏了21件的蓝瑶作品 是全世界最多的哦 那蓝瑶上面呢 有一个很像蜻蜓翅膀的开片 同时呢 故宫也收藏了一个 绝无仅有一个没有开片的蓝瑶作品 真的是价值连成呢 它上面的色彩是雨过天青色 是不是非常的特别呢 从嘉宜之后呢 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外岛 马祖北干的秦碧村 各位同学看看画面中漂浮在海面上的那个岛 像什么形状啊 有人知道吗 对 它就很像一只乌龟漂浮在海面上 它就叫做龟岛 那秦碧村这里呢 就可以远眺着大海 各位同学看着大海 心情是不是也会变得非常的舒畅愉快了呢 接下来呢 我们会到了日本的冲绳 它同时也是一个海岛 你们看到画面中有一条很大的金沙 这个美丽的水族馆呢 叫做美丽海水族馆 它也是一个海洋的博物馆 是东亚第一大 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水族馆哦 里面收藏了非常多 应该不是收藏非常多 是里面有非常多的海洋生物 很适合大家去观赏跟探险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大阪的环球影城 是大家熟悉的小小兵主题乐园 里面呢 小小兵常常穿着一件蓝色的吊带裤 这边呢 看起来是不是很有海洋风呢 除了小小兵的主题乐园之外呢 大阪的环球影城 也有大家喜欢的哈利波特专区哦 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来大阪的环球影城 好好的大玩特玩一番 离开了日本 我们来到了 很梦幻蓝白相间的希腊 圣托里尼岛 圣托里尼啊 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小岛 你们认识五月天的马莎吗 她的婚礼可就是在这里所举办的哦 这里最著名的地标是蓝鼎教堂 也就是各位在照片上面看到的这个教堂 圣托里尼也有一首歌 各位一定非常的耳熟能详 它是年代新闻台的主题曲 同时呢 你也会在很多运动赛事上面听到它 所以同学可以搜寻看看 圣托里尼 你就可以听到这一段熟悉的旋律哦 离开了希腊 我们要来到美国 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瀑布 叫做尼加拉瀑布 它位在美国以及加拿大的边界 所以啊 这两国的人民可以沉船 在海面上交汇着 那他们会穿着不同颜色的雨衣 如果是在美国出发 穿的是蓝色的雨衣 如果是在加拿大出发 是穿着红色的雨衣哦 而且因为水气和光线 会造成他们这边常常会出现一道彩虹 如果你在这里购买纪念品 常常都会有瀑布加上彩虹的景色 听着瀑布哗啦啦的水声 心情也畅快了起来 最后蓝色行李到了最后一站 就是我们北边的挪威 挪威位在北欧 它同时也有在北极圈里头 现在的时间 他们可是太阳永远不下山的永昼呢 北欧里面的挪威 最特别的地形就是它的峡湾 所以他们这里有一个 很特别的交通工具 叫做渡轮 渡轮呢 大到你可以把车子直接开上去 它就载着你到下一个港口 也是一个非常便捷而特别的交通方式 所以你看 北欧的蓝是不是和其他地方的蓝 多了一点深层的美感呢 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是红色行李 在旅行中走过这些国家 红色总是一个眼球吸睛的颜色 无论是在碧海蓝天的地中海小镇 或是四季分明的日本寺庙 古仆直辉的中国建筑上 喜庆华丽的台湾庙宇中 总是可以让照片提上对比的角色 直接绽放出红的热度 红色总是能感受到神奇的创造出 迷人的配色 单低颜色也好 范围不大的强调色也好 都能够感受到色彩本身与物件的冲击 你可以看到阳光 总是能将红色改变它搭配的角色 我们可以慢慢来看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些小城大事吧 在克罗埃西亚的杜布洛夫尼克 古代称之为巴古萨 克罗埃西亚南部的港市 此城面临着意大利半岛的东岸 位于杜布洛夫尼克地匣之末端 以优美的风景引名 中世纪与威尼斯齐迷 是热门的度假圣地 有亚德利亚海之珠的美称 它静静的耸立在一个小海夹上 从高处俯瞰 在灿蓝清澈的亚德利亚海 强大厚实的米白色橙桥 包围着斑坡红瓦 好似一颗海潮 山落在沙滩上的珍珠 谷顶雅致而圆润 让我们从大自然中找到配色的启示 你可以看到远处的绿山 跟近处的乌瓦 它们是多么的硬称 在自然里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更多配色的启示 从自然风景照片中 主体的颜色是红色 这个抢眼的颜色就如多变的扫帚草 夏季时是一片绿色 秋冬之际又呈现红绒绒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这个离东京不到两小时的 池城日丽海滨公园 在这座临海的原地 十月份进入彩色最漂亮的季节 难怪会在这个时间 伴李嘉年华呢 三万两千颗的扫帚草 让一个城市 因为粉蝶花跟扫帚草的魅力 在春秋两季带来可观的观光人潮 在自然季节变化里头 还有一个红 就是风红 一样吸引着许多人到各地去观看 游走在日本历史的古都 在建筑与枫叶的映照下 赏风格外的有气氛 让人一看再看 枫叶的品种不同 也会影响到最佳的观赏时间 同学们不妨上网试着找找看 在日本各地有红叶的预测旅游资讯 你搞不好可以收集到 各种不同的红色系哦 在亚洲地区建筑当中 这个红色用在寺庙大门外的地方 在冬天 红色跳跃在灰色的墙面 石头 白矮的积雪中 格外引人注目 而夏季则是 绿叶衬托着红花 四周树木浮书 红色的在神社的鸟居之下 崇敬地引领着 珠红这种颜料是用水银制成 也是木材的防腐材料呢 也是一个喜欢使用红色的地方 多半象征着喜庆与崇敬 在装修庙庙宿的时候 也是在蓝灰色的墙身上 北海的水域 将你的电脑打开 也可以用相机把这些你找到的红色的风景照 或是带有红色的物件 想一想 国家与文化都有各自色彩的象征 同学们可以事先调查一下当地的色彩 深入那个国家 它种种的面向 如石衣柱形的设计 更能够增加作品的深度 自然的风光 地物 地貌 找到合一的配色 与美好的视觉色彩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到了绿色行旅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一片绿油油的世界 哇 绿色是植物的色彩 是生命的颜色 这些绿色会让我们觉得身心开阔 而且辽阔 因为它会让我们联想到大自然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 看起来像一球一球的 绿色巧克力球的这一张 这一张照片 文学老师 这张是你拍摄的 你可以跟我说一说 你在拍摄这张照片的过程中 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吗 这是在冰岛的胎原 那你可以看到它那一球一球的 其实它底下 是结冻许久的火山堆 那你可以发现它这个好像是那个熔岩啊 它就经过那种挤压的感觉 然后形成这样子很像是覆盖在上面的一个一层一层压挤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 我觉得它实在是非常的漂亮 在印象当中我们应该感觉它是咖啡色 可是因为开始有这个雨水跟大地的滋润 所以它的上面就长满了一些青苔 那我觉得它实在是好漂亮的绿啊 是啊看到这样子的绿色 我们都没有办法想到 既然是在北欧的冰岛 在冰岛的冰天雪地之中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特殊的色彩 倒映在水面上的浮冰和天空中的绿色 是不是让你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呢 天安老师 是 这个我觉得它其实感觉很像是我们去到北极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极光 其实极光的绿真的是好特别啊 是啊 文宣老师我常常在想说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是亲身经历去看一下这个极光 因为这应该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你有去看过极光文宣老师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在这个极光的区域里头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每天都会产生极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极光是一个非常lucky的事情 所以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可能必须要准备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那到了那边去的时候 你可能当天的晚上 那慢慢的呢 当天空暗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在上方可能有一抹淡淡的绿 像这样子的绿应该是大爆发呢 对啊好精彩哦 让我想到一部动画 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场景哦 接下来我们到北纬48.52度 同学应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其实我在说的是巴黎的纬度 哦这时候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老师啊这张明明就是热带 怎么会巴黎呢 我说的是这是一个巴黎的画家 叫做卢梭他所画的 他很特别 他是个素人画家 所谓素人画家的意思就是 他从来没有在美术学院学过绘画 他完全是自学的 他是一个海关收税员 可以说是个公务人员哦 那个公务人员怎么可以画出这样的图画呢 原因是因为这些图画都是 灵感来自于法国的植物园 还有他军中服役时候的朋友的聊天 所见所闻 是不是很有趣呢 宅在家的你 也可以借着绘画或是摄影等等的表现 来做个不同的旅游哦 那我们接下来来到真正的很热的地方 说热其实也没有很热 那也是北纬30度 这里是中国湖南的张家界 阿凡达就是在那里取景的 北纬30度除了有张家界之外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刚刚介绍过的埃及金字塔 还有百慕达群岛都在北纬30度哦 这里呢 的风铃呢 高低落差很大 所以电影才会在这里 作为他们取景的场地哦 接下来这张是日本乡村的利林公园 利林公园在日本的高松市 虽然不是日本的三大名园之一 可是因为它占地非常辽阔 有75公顷 6个湖泊及13个甲山 和10多个亭格 所以非常的大 那下一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看起来非常高大的芙蓉 所谓的芙蓉就是荷花 这是一个荷花池 那这个荷花池老师是在哪里拍的呢 我们在故宫map里面 打上我们要找的关键字 找到之后呢 就按右下角一个小人 抓起来 丢到我们要到的地方 哇 你们就可以看到老师在哪里拍的咯 这里就是当地的芙蓉池 这个池子其实没有很大 我们顺着箭头走 就可以走到我们要去的地点 那老师拍摄的角度是 蹲低游下往上拍 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高大的 枝叶还有金蔓 那其实呢 它本身虽然很高 可是没有那么高 你们在拍照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转换角度 就可以看见不同的景色哦 我们看到了刚刚的芙蓉池 这让我想到 一个很喜欢画睡帘的画家 就是印象派的墨内了 他在生前画了数百幅的睡帘 甚至为了要画他最爱的睡帘 还建造了一个日系庭园 这个地方就在吉威尼 我们可以看到这画面里面 在睡帘上充满着阳光 倒映的色彩 上面有点点的黄斑 以及垂直的线条 好像是在水里面 映造出来的柳树 还有旁边的植物 这些横的线条 以及垂直的线条 构织成一整幅的画面 莫内在画这幅作品的时候 不是仅仅只用绿色 他还用了一点蓝色 黄色和其他的色彩点缀 这样一个技法 让老师想到另外一个艺术家 就是阿根廷出生的 西班牙织品艺术师 这个艺术师呢 在台湾有作品 就是在中泰演讲厅 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要从他的背景开始讲起了 他家族啊 都是经营着地毯的事业 所以他从小就对植品跟地毯 有非常大的兴趣 他研究了台湾阿里山的风景 植批植物 用那些植批植物呢 作为他的创作灵感 在中泰演讲厅这个弹形的空间里面 四面八方的 把他心目中所看到的 阿里山的风景呈现出来 所使用的材料是各种不同的羊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一束一束的羊毛 是不是很像墨内绘画的笔触呢 好了我们到了最后绿色的尾声 在这么炎热的夏天里 当然就是要来一个绿绿的抹茶刹冰了 你喜不喜欢吃刹冰啊 超喜欢 我也好喜欢耶 觉得现在就需要来一碗冰冰凉凉的抹茶刹冰 这个绿色是不是令你食指大动 胃口大开并且清凉消暑呢 宅在家也可以神游四方 我们呢今天就完成了我们的色彩行旅 诶 几位老师们 你们对孩子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 或是你们在旅行当中 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发现呢 我觉得啊旅行是一个放松身心 跟自我充电一个很棒的方式 虽然现在我们都宅在家里 但是只要你能够想到你想去的地方 在脑海中你其实就可以神游四方 无缘佛界哦 我们也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 用Google Map上网搜寻你想去的地点 来做个宅在家里的脑内旅行哦 并且这也可以达到增广见闻 与转换心情的效果呢 刚刚两位老师的方法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孩子们 你们其实在找寻这些资讯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学的历史 或地理的一些观念或概念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运用在色彩里面哦 我们利用我们在旅行当中开阔的视野 以及我们可以体验到的一些风土民情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跟你的色彩经验结合起来 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多跟丰富 可以告诉别人或告诉自己的一些好方法 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到底可以做哪些色彩行旅呢 哪些国家或哪些地区会有这样子的色彩 你还联想到这个色彩里头 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呢 把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QR Code 请各位同学试着把你的色彩风景 也给归类一下吧